下面我们来关注中国人权 上个星期获释的709律师李和平对外界披露 他在天津看守所遭拘押期间 不仅被迫服药还被强迫 长时间带手铐脚链 一体的这个叫公字链导致身心受到摧残 与此同时设709案的原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 实习律师李淑云 也在5月13号首次披露 在羈押期间遭受酷刑和强迫吃药 长达7个月的这样一个细节 李淑云在709抓捕事件中 被秘密失踪了9个月 2016年4月取保 那么详细情况 我们现在就连线李和平的妻子王俏领 王俏领女士你好 你好 那首先请您给我们谈谈 您所了解的李和平律师 他在羈押期间被迫服用药物的这个情况 您认为这些药物对李和平的身心健康 有什么影响呢 这些药物我听到他说的其中有一个叫 叫什么西瓶卡莫西瓶什么的 那这个药物我们在网上查了一下 它是对人的肝和肾都有极坏的影响 那这种药物他被就是说强迫给这些 就是特别给我先生服的时候 他的理由是说我先生有高血压 但是我先生没有 那对于说一个没有病的人 他非要给他一种药物 那这个药物对他来讲其实就是一种毒药 那他的目的就是让他出现 其实他身上的这些毒副作用 所以这个药物他对我先生包括其余的被释放的 709的这些律师和公民 在他们身体上的这些遗留的这些影响 那还要往后走看 他到底在这个当中 他这个损害能持续多久 但是确实造成伤害 我觉得我先生的身体 在整个的表现上是受到极大摧残的 那王女士我再继续问一下 就是如果李和平先生拒绝吃药 他们会强行灌药吗 确实是这样 他们会用看守的人 把他摁住把药塞到他嘴里 把水灌下去 把药灌下去 然后等这个药物在胃里融化之后 才给这个人 一个人就是自由的活动 但是我先生在被这种关押期间 几乎都没有自由活动的那个时候 他根本没有个人丝毫的隐私 就像电影上 或许很多年前你看追捕 一个人还可以到马桶里把药吐出来 对他来讲是根本不可能的 他周围的人在他四周围 他自己有一个形容词 就是肉棺材 把他紧紧的贴在当中 他到哪里都是这样 好的 那李和平律师呢 披露他在拒压期间被迫 长时间佩戴那种叫公字链的 手铐脚链 那就是说用短短的链子 连接到手铐和脚链上面 佩戴这种刑具者呢 不能直立 只能一直保持弯腰的这样一个姿势 那请您谈谈 您所了解到的李和平 他在拘压期间 遭受的这个酷刑的这个情况 为什么中国政府会用 这样的一种酷刑 来对待这个人权律师呢 我先生出来之后 他说了一个很典型他的感受 他说现在对待这 就是他们这种维权律师 和维权公民的一个主要的模式 就是把你抓过去 先让你从意志上来就是屈服 当你屈服了之后 然后照着官方所用的 就是所打算的剧本 所打算的所编造好的罪名 让你来认罪 所以说这种极端的残酷的这种方式 就是为了让李和平 让这种709被抓的律师和公民 从意志上就要屈服下来 所以他为什么要用这个 他就是要把这批人 那个按照北京人的话 叫做打服了你 就是你服了 你不能够再反抗他们 然后让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所以我先生当时说 他一直以来 他这两年来 他说有一个原则 他觉得自己无论如何都突破不了 就是说他去诬陷别人 而且他自己来自诬 他说我不能够诬陷别人 我也不能够自诬 所以如果说 当你在意志上降服了 被打服了 你一定会怎么 就开始照着官方所说的 官方所让做的就是 诬陷别人和自诬 好的 那么这两天 美国之音多方联系李淑云律师 我们谈到李淑云律师 他也在狱中 据他说 遭受了酷刑折磨 但是一直无法联系上他 和他熟悉的人士告诉美国之音 说李淑云女士 很可能在5月13号 披露了他所遭受的酷刑之后 就再次被当局控制了 那您现在 李和平律师也披露了 他在狱中遭受酷刑的情况 您刚才也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那您担不担心 李和平律师也因为披露酷刑的情况 再次遭到当局的控制呢 那个披露酷刑是当局不喜欢的 除此之外 当局还有很多不喜欢的 比如说在我先生 他们这一批律师被抓之后 他对很多家属都是威胁 不准接受外国媒体采访 因为我们会披露一些事情的真相 他们违法的真相 不准在自媒体上发表 发表那个揭露真相的东西 不准在这当中 聘请律师 不准家属彼此扶持 彼此联系 那官方所不让做的 正是我们今天要为家人做的 所以说官方所不让做的 他对我们极其恼火 他用种种的手段威胁我们 如果说我今天揭露酷刑 我们因此遭到报复 比如说或者我先生在这收监 那跟我这两年所做的 无数的我没有听官方的 那个叫做什么来着 就是他们对我的那一个限制 他们对我的限制 我今天不是第一次做 所以在这两年里面 我自己有十次进了派出所 有十次进派出所 我在当中也被威胁过很多次 很多人也在告诉我很危险 但是我是在想 如果我们把担忧的时间 只用来担忧 而不去想我们今天 到底为我们家人 能够有多大的呼吁和发声 我觉得这是我们的重点 错了 就好像说当我们今天人 今天有危险的时候 我们不去救他 就在考虑我们自己的安慰 我觉得焦点是错的 好的 我们感谢王翘林老师 在北京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 我们在北京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 我们在北京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